霹雳端落百里新村十名年过半百的居民 几个月前通过一家旅行社 报名参加中国张家界旅行团 十人团费合共一万一千零四十令吉 一切准备就绪 一群人开开心心准备在7月16号出发 没想到出发前夕 旅行社一通电话 宣称其中两名团员申请不到签证出不了国 由于其他团员无法配合时间展延行程 一行人决定取消出国 而旅行社也承诺会在一个月后归还旅费 不料一拖再拖 旅行社用尽各种借口拖延退款 从支票 现金甚至要求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摊还 然而拖到如今已经有三个月了 依然半毛钱都拿不回来 他说我打赞给他 他说给自己一个 一个宣称当然不肯的 谁爱先 他说给一个先 然后又没有了 然后多几天打给他 他说你宣称拿个图案来吧 他说我宣称也有了 看看怎么有了 或者一百几十钟 让他给你们 慢慢给人 然后我们不爱嘛 然后我们没有打过电话给他了 他欺负我们不敢去报嘛 他说你不报啦 你说你整天都这样说 你又不报这么好啊 无计可施的村民 最终只好向端落州议员杨祖强求助 要求从中斡旋 希望旅行社尽早还钱 而杨祖强也要求受害者向警方报案展开调查